你是否最深却不知道怎么吃 你是否减肥爱饿却还不瘦 你是否网上各种食谱看得眼花缭乱 哈喽大家好我是Gulu 今天这个视频就想用一个餐盘帮您搞清楚 女生在减脂期到底需要吃多少食物 因为每个人在减脂期的热量需求不一样 为了方便展示呢 我们今天就用1400大卡 作为这一天的热量摄入的一个标准 如果说你需要更多或者是更少的热量 可以把我们今天视频当中的所有的食物的分量 同比例的去增加或者是减少就可以了 在我们知道了每天要吃多少热量之后 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些热量分配到三餐当中 我自己比较习惯的一个分配的热量方式是 早餐400大卡 午餐和晚餐都是500大卡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每天的活动情况去安排热量 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晚餐到底可不可以吃饭的话 推荐你去看一下我之前这期视频 我们就先拿午餐和晚餐举例子吧 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午餐和晚餐的三大营养素的比例分配为 碳水比蛋白质比脂肪是5比3比2 这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200大卡的主食加150大卡的蛋白质 加100大卡的脂肪再加上50大卡的蔬菜 我把所有适合的食材呢都挑出来放在了餐盘旁边 大家可以根据餐盘的大小对比感受一下 你需要吃的份量是多少 如果说你需要一个具体的份量的话 我也总结成了表格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下来 在你知道了你每餐需要的三大营养素对应的食材和份量之后 你每顿饭就可以自由的去搭配和组合成你自己想要和喜欢的一餐 为了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我也用不同的蛋白质跟组合 自由的搭配了三顿午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应该在每顿饭吃多少的食物和多少的热量 说完了午餐和晚餐那早餐就更简单了 因为我前面有说到早餐的热量呢大概设定在400大卡左右 它就是500大卡的80% 这样我们把我们前面表格中的所有的食材的份量乘以80% 就是一个非常营养均衡的早餐 我也用两道菜作为例子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你的早餐大概可以吃多少食物和多少热量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视频了 如果说你又把我们的食材份量表截屏拿走的话 记得在弹幕里面扣一个1 让我知道这样的内容对你们有帮助 然后我是咕噜 我会在这分享更多好吃的减脂食谱和健身干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爱你们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